各位观众和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焦点。 现在时间是2018年12月3号星期一,我是安华,我们今天在华盛顿跟大家聊的题目是和12月1号刚刚举行的这个川习会有关。 那么这次川习会可谓是热热闹闹,众所瞩目,应该说会谈的结果,各方的解读有很多种。 那么这种解读当中就包括了,有些人认为呢,是习近平收获很大,有些人认为是美国是赢了这个面子,有些人说呢是中共赢了李子,等等。 那么今天呢,首先那么一开始我想点点今天明镜焦点,我所想要讲的,或者说想要对比进行分析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实际上呢,我认为呢,川普一直以来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精准的这种死磕的方式,那么就让中共呢不得不,或者说再也没有办法装蒙卖傻,将这个大道理来这个蒙混过关。 实际上呢,中共在这次这个川习会里面呢是里外全输,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梳理一下。 那么可以说呢,这是一场所谓的,按照当年的毛泽东所说啊,这个共和党呢是真小人,这个民主党是伪君子。 那么这场贸易战,似乎也可以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一下,就是一场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的,啊,之争啊,或者说是之战。 那么说白了,川普的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有事论事谈生意,不讲大道理。 那么从今年三月,啊,这贸易战开启以来呢,起初啊,应该说川普是一直在不断的造声势,啊,想价啊,讲价钱,讨价还价来来回回,那么进行了一番的战略的试探。 那么在今年五月呢,啊,美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啊,结果呢,这个谈判的被川普,啊,回马一枪,啊,给毙了,那么这个毙了之后啊,啊,啊,那么我们看到的相应的这个,就是之前当然了,我们看到的是刘鹤,啊,中国这个副总理,啊,中共,啊,派来这个代表呢,是性冲冲啊,啊,深夜迫不及待的单方面宣布啊,贸易战停止了,啊,似乎这场贸易战,啊, 并没有像川普所说的,啊,那么气势汹汹,蓝势汹猛,啊,好像很容易就解决了,但实际上呢,川普是回马一枪,啊,通过呢,啊,这个中共方面,啊,这种似乎已经有些掩饰不住的这种迫不及待呢,要宣布贸易战停止,再加上啊,之前这个中兴事件啊,啊,等等,那么在这个中国国内所引起的这种巨大的反响,那么这就让川普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判断, 那就是中共方面想要极力避免贸易战,所以从那以后呢,川普就开始大刀阔斧地不断加码,啊,层层加码,那么我们来看看呢,啊,这个,这次川习会啊,啊,12月1号啊,啊,那么,啊,举行了这个,据说是超时啊,举行啊,两个半小时,那么,那么, 这个之前呢,实际上呢,啊,中国方面呢,啊,已经是做了大量的这种,啊,让步,或者说是铺垫的工作,啊,那么,当时的报道呢,就说呢,啊,正在这个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啊,中方向美方提交了,啊,这个涵盖,142项内容的这个让步清单,啊,那么, 川普呢,16号,11月16号说呢,这个清单比较全面,但是呢,有四五项内容漏了,那么,这个达行协议条件还没凑齐,那么,同时呢,川普,11月16号,在白宫还向记者呢,这个媒体呢,表示,中国提出这个清单呢,还是挺全面的,但是有呢,四五个比较重要内容没放进去,所以呢,还不能接受,啊,同时呢,他强调说呢,未来美国和中国要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公平互惠的,那么,当时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个,中共的这个, 让步清单漏掉的,这个是,四五项内容是什么呢,啊,当时就有很多分析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呢,都在这个,呃, 报道呢,都在一番揣测,但是也都没有明说明,啊,一般认为呢,那就是涉及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化,啊,这些内容,啊,那么, 同时呢,啊,路透社当时这个消息说呢,啊,那么,中国提出的这个让步清单,主要分了三大类,也就是说呢, 中国愿意协商的,中国正在解决的问题,以及呢,啊,所谓中国不愿协商的这种底线问题, 那么,之前呢,还有这个中国的学者,啊,啊,进行了一番分析,也就是说呢, 说中国的这个谈判底线是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呃,那么,美国的要求呢,是北京,啊,中共当局呢,按照市场经济标准, 停止政府补贴企业,啊,所谓开发高技术的这个高新技术的这个2025,啊, 那么,或者说,啊,啊,2035,那么,还有呢, 以及中共所不承认的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 应该说这都触到了北京的底线,啊,那么, 随着12月1号,啊, 川西两个人在布伊诺斯艾里斯见面, 那么,这一切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呢,仍然就跟今年五月份,啊, 当时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结束之后, 这个一样,似乎呢,这个共同点当然都有, 但是双方发表这个声明当中, 这个不同点,或者说差异,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这个声明, 呃,美国方面白宫的新闻,啊,秘书呢, 关于这个川普总统和中方共进工作晚餐这个声明就说, 啊,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啊,在威诺斯艾利斯结束了两人均称的他们间, 及他们的这个最资深代表之间的非常成功的会面, 呃,那么声明还说非常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以极佳的人道主义姿态, 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受列管的物质, 这意味着向美国销售芬太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所规定的最严厉处罚,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的贸易方面, 那么在贸易方面,啊,川普总统已经同意, 自2019年1月1号起, 他将把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目前的10%的这个水平, 呃,不会提高到25%, 那么中国将统议呢, 从美国购买, 虽然尚未最后敲定, 但是数量非常可观的农业, 能源, 工业及其他产品, 以减少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同时呢,啊, 声明还说, 中国已经同意立即开始向美国, 向我们的农民购买农产品, 那么重要的一段呢, 就是下面这一段,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已经同意, 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 知识产权的保护, 非关税壁垒, 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 服务以及农业方面的结构性改变开始谈判, 那么双方同意将争取在未来90天内落实这项交易, 若该期限结束之时,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那么关税呢, 将有10%升到25%, 那么之后呢, 这几段就不用说了, 这都是双方的互相的说了一些过年话, 那么从美方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啊, 中方做出了四方面的承诺, 一个就是大量加构美国的商品, 再一个呢, 也就是指定这个阿片类这个药物啊, 芬太尼为管制物品, 同时呢, 立即和美方展开结构性改革的谈判, 以及呢, 和美方一起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美方仅仅做出了一项承诺, 也就是暂停加征关税,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呀, 中国方面的这个所发表的这个声明, 官媒新华社的这个声明就说,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双方经贸团队近期进行的有积极有效的磋商, 双方认为稳定健康的这个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共同意义啊, 都是一些这个大道理啊, 一些大话, 那么双方决定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 包括不再提高现在针对对方的关税税率, 那么即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那么这就是可能是中方所担心的后续的两千多亿美元的这个商品了, 那么双方同意本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精神立即着手解决彼此关切问题, 那么中方将按照中共十九大的要求进一步采取措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那么在此过程中美方关切的一些经贸问题会得到解决, 这都是很笼统的说的, 那么同时呢美方也将积极解决中方关注的经贸问题, 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就是加征关税, 或者说再进一步加征关税, 就说十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后面呢因为还有这个两千多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呢, 还没有加征关税, 那么这也是中方应该说中共方面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两国元首呢只是双方经贸团队加紧磋商达成协议, 那么取消今年以来加征的关税,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所谓的双赢, 那是中方的声明, 那么这两个声明一看呢, 就是哪一个识哪一个虚, 那么一看一对比就明白,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说到川普采取的就是一种量化的一种不断加码的精准的这样的一种死磕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这共产党有句话说就是标榜自己是最讲认真, 那么看来呢川普总统是最讲认真, 那么就是死死的扣住这个主题, 死死不放, 你少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我今天谈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给我说出, 给我做出解释, 给我说出道德来,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刚才对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声明进行一番对比, 民营人一听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说呢, 川普采取的这个策略呢, 也可以用作一种, 或者说是这样量化的, 这个可操作性很强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而且是精准打击, 那么这个提出的就是这个一百四十七项这个清单, 那么同时呢, 规定了九十天的这个谈判期限, 而这个九十天的谈判期限, 就是让中共输了面子, 那么这个明明是输了面子, 但是中共方面还要抢先一步, 那么公布所谓中方的这个声明, 那么这事实上也是有考虑的, 也就是说呢, 我想先公布了, 那么之后呢, 相信这些消息会陆陆续续都啊, 这个让国内的这些民众慢慢总会知晓的, 那么知晓之后呢, 他总有个回旋的一例, 比如说啊, 说美方你是出尔反尔, 我们明明说好了吧, 怎么你现在又说又不行了呢, 又要有什么九十天呢, 或者说这是一种层层加码呀, 或者说出尔反尔啊等等, 那么这还有的这种解释的空间, 所以说为什么中共抢先这么多, 比美方要早了三个小时抢先来公布这个, 这个川习会的所达成的所谓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么可以说呢, 川普总统这个这一系列啊, 或者说川普行政当局这一系列的这个步骤是紧紧相扣的啊, 步步紧逼, 环环相扣啊, 而是我们刚才说到可操作性非常强啊, 就是说没有什么啊, 这个虚啪啪的这样的啊, 这种词汇啊, 或者说是大话空话啊, 就是紧扣主题, 我们就是论事, 就这些事儿, 我就要听你啊, 你怎么回应啊, 因此呢, 我们也可以说啊, 川普总统是第一位让中共方面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就是论事啊, 进行谈判的美国总统,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 自从啊, 尼克松以来啊, 美中这个实现关系正常化啊, 那么建交啊, 那么这诸多的总统啊, 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能够让中方或者说在中方非常忌惮, 非常在乎的问题上能够让中方的听进去美方所说的话, 做出具体的承诺, 应该说是没有, 那么川普总统应该说是第一位, 让中方不得不坐下来, 而且是一项一项的对着这个清单, 来对照着美方的要求, 来提出自己的这个让步的这个清单, 然后来进行下一步的这种, 供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进行决策, 然后呢, 当然呢, 川普总统在这个会谈的时候, 当然并没有提到那么具体的, 但是呢, 他所关心的这些具体的事情呢, 应该说一项都漏不掉, 那么呢, 这就让中共输了面子, 我们刚才说, 所以呢, 他只好呢, 抢先一步, 赶紧向国内啊, 避重就轻的进行一番交代, 然后说是自己赢了, 自己这个现在是收获很大, 等等等等, 贸易战的暂停了, 或者说, 甚至还有人说的贸易战停止了, 那简直是一种, 这个, 这个, 智障的一种体现, 那么这价格不仅没有停止的, 而且连暂停现在说, 都是很有这种讲究, 或者说很有问题的, 这样的一种暂停的状态, 仅仅90天而已, 那么我们所说呢, 中共这个李子也输了, 那么输在哪呢? 就是说, 现在呢, 还得继续不断的, 甚至是加量的买买买, 来疏解, 这个纾困解套, 那么现在呢, 这个短期之内呢, 当然还是行之有效啊, 那么双方可以立即见到一些成效, 也可以向国内有所交代, 但是呢, 正如基辛格所说的, 这个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那么美国现在要的是中国结构性的改变, 那么刚才这个白宫的声明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不仅是限于经贸领域, 应该说, 现在在政治, 军事, 社会, 文化等各个方面呢, 要求中国是全方位的动, 那么这的确呢, 不至于是要了中共的命啊, 那么这里要插一个, 那么小插曲就是老布什总统这个去世啊, 他先是正好是同一天啊, 那么之前的, 实际上是一天以前啊, 11月30号的晚上10点啊, 那么他的这个去世呢, 让这个中共方面呢, 又找到了一丝这个, 这个还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应该说呢, 又是无形当中的, 又是给中共的神助攻了一把, 你别说这个中共这个运气呢, 也确实有些时候还真是不错, 那么我们说到呢, 9月1日事件也好, 包括现在的这个,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种, 普京呢, 又和这个俄乌两国又干仗, 那么实际上对中国呢, 都有一定的这种好处, 那么这一次这个结果眼上的, 这个老布什总统这个去世呢, 的确也是小帮的中共一把忙,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事件呢, 一定会让美国这个团队啊, 他要有所考虑, 也会分神, 同时呢, 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习近平是两次表示哀悼, 那么一次呢, 是通过外交部发表这种, 正式的这个宴殿了, 像川普总统, 那么同时呢, 他在和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 当面说呢, 我已经是怎么样怎么样, 发表了这个, 发出正式宴殿, 同时呢, 再一次当面表示哀悼, 那么同时说自己很伤心等等, 那么的确呢, 老布什总统或者布什家族和中共的这个渊源呢, 是的确是非常深厚的, 而且同时呢, 虽然说川普总统和这个布什家族这个关系呢, 一直不怎么样, 那么彼此都互相不怎么看着对眼, 那么但是呢, 毕竟老布什是美国的前总统, 那么这次呢, 应该说也是, 这个北极埃荣啊, 那么老布什总统这个, 呃, 官国啊, 灵鹫啊,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在这个, 在华盛顿的这个, 抵达华盛顿的这个过程当中, 要在国会山, 进行这个安放, 然后呢, 这个周三进行这个国葬, 然后呢, 是回到德克萨斯进行安葬, 那么这个事件呢, 就得以让中共方面呢, 一个是表明了, 你看这个老布什总统, 虽然他是个前总统, 但是呢, 应该说他是美中关系, 全面恢复正常改善, 那么中间有这个八九六四的风波之后, 那么又通过这种, 中共方面的这种死缠硬打, 最终呢, 还是啊, 应该说是躲过了好几节, 那么那么他都是见证人, 那么同时他的长子啊, 小布什总统也是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 也是相当啊, 呃, 有这种渊源, 或者说是啊, 不错的, 虽然没有他父亲呢, 和中国这种交道这么多, 但是呢, 毕竟他们是父子之间, 那么一定也会有些啊, 口传心受啊, 那么这种, 呃, 这种关系, 那也就不得不啊, 同时表示这种诚恳的哀悼呢, 也让美方呢, 那么这种态度这种, 啊, 这种显示了, 啊, 对美友好的一种姿态吧, 啊, 所以说呢, 这就, 呃, 在这种, 被这种会谈呢, 增添了一丝这种和缓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看看呢, 这个之后呢, 还有一个, 啊, 同时呢, 呃,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小插曲, 就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 啊, 胡锡尼先生呢, 现在是在微博的发文, 对这个, 啊, 有人所用这个怂这个字啊, 怂或者不怂啊, 大动肝火啊, 啊, 那么说这个外交官啊, 啊, 说的是他们的话啊, 那么就说啊, 避重就轻啊, 那么没有说到这90天期限, 但是他说呢, 我这媒体倒是提了呀, 那么谁说这个我们媒体没有提呀, 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 呃, 可以说啊, 也是互主心切的表现, 呃, 那么其实啊, 我们说啊, 说怂或者不怂, 那么这样的字眼呢, 并不重要, 啊, 重要的是啊, 这一战过后啊, 明显是中共不仅让了步, 而且还吃亏, 啊, 比如说这个农产品, 这个啊, 或者说这种购买美国商品, 现在不仅得马上就要买, 而且还要加量的买, 啊, 那么这个的确是让了步还吃亏, 嗯, 还不好直说, 还得这个啊, 秀秀答答的半遮半掩的, 那么这就说明问题了, 而且呢, 这次川习会, 大家注意到,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啊, 不在这种老神在在, 而且是直说了啊, 啊, 那么这次会谈也是可能要归功于, 啊, 我跟川普总统的这个个人的友谊, 啊, 那么他之前, 虽然川普总统是说了恩变的和这个习近平的友谊, 但是习近平始终没有强调他和, 或者说始终没有提及他和川普之间这个个人关系, 那么这次呢, 为了套近乎, 连这个都得说出来, 所以呢, 我们来看呢, 即使现在中共方面啊, 已经是做出了这种让步或者说承诺, 但仍然呢, 也是缓兵之际, 实际上中共方面是不想接受, 也是无法接受的, 那么刚才说的, 那一系列这种结构性的全面这种改变, 那真的就是要要中共的命啊, 那么当然如果说无法接受, 不想接受, 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切实履行, 那么这个90天的期限, 我们来看看, 拭目以待, 那么所以呢, 不能完全不可能排除这种情况的出现反复的这种状况, 而且呢, 通过分析, 认为呢, 90天期限前达成美方所满意的这种, 啊, 协议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同时我们看到, 实际上我们, 前几期的这个,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我也说过, 实际上这是一个内政问题的一个外延, 或者说延烧,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对扁凳, 气凳的这个后果, 估计, 所做的这个估计, 还有回应是严重不足的, 而美国方面说白了, 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说到, 美国方面是不允许, 中共方面呢, 是气凳的, 那么气凳是一个最起码的, 这个保住, 这个邓小平路线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呢, 或者说不允许习近平这个正谋金邓在政治上搞毛这一套, 经济上呢, 搞邓的那一套, 或者说是坐下这个这个成果, 那么彭斯这个演讲啊, 大家知道啊, 那么这个演讲呢, 就很明白的表明了这一点, 而且就专门提到了, 就是现在让这个, 现在中共的让邓小平的路线已经是, 这种被掏空了, 或者说是已经是徒有其名了, 所以呢, 彭斯演说的这个主旨就在于此, 所以说习近平呢, 看这个苗头不对呢, 前一段时间又赶紧的想拉拢住这个私营企业, 称呼啊, 自己人啊, 等等等等, 完全表现的就是一种进退失据, 那么这个可信度呢, 是严重不足的, 那么大家都不傻嘛, 你这个前一段时间所表露出来的这种态度, 透露出来这种风向, 这个什么民企退场论啊, 等等, 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国内, 实际上是在国内的问题, 让这个习近平是最为头疼的, 那么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外部条件的这种, 这种限制, 那么这个限制是和国内的, 是相互呼应的, 那么所以说呢, 这种可信度呢, 由于他所做的这些现实的可信度不足呢, 而且是一种进退失去啊, 那么看的情况不行了, 赶紧是啊, 这种啊, 柴东墙, 普希墙这种啊, 补救措施, 那么这种呢, 当然导致的效果是, 那就可想, 可知一般了, 那么说啊, 说来说去呢, 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 说白了, 还真是, 就是经济的这种成长, 经济的好坏, 那么经济好了, 至少还有的说, 有的吹, 那么如果说经济再继续搞成这样一团糟, 我们可以想见到习近平的执政地位, 真的就成问题了, 好的, 我们今天呢, 明镜焦点的这个解读分析, 就坐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